七年前 台大城鄉研究所開了一堂實習課 不但改變了這群研究生的命運 也改變了台灣茶葉 有人形容這是一場綠色革命 而當年開課的教授莊順 每個禮拜都跟學生上山 來考察瓶林水土 本來是想福島茶農 轉型為生態解說員 但發現光這麼做 改變還是不夠徹底 讓他決定跟學生六個人 集資兩百萬成立茶品牌 三年就做出口碑 成為金馬獎的指定貴賓伴手禮 平均年營收突破七百萬 我們在過年前就先讓他們先禮頭拔了 然後等到他們就會慢慢冒出他們的嫩芽 春天是一個生的季節 春天的茶園裡 穿著打扮完全不像茶農的這群人 正以半時期的姿態摘除雜草 他們的經歷、背景各自差很大 有的念物理、有的念原意 有的是金融強人 卻因為七年前 台大城鄉所的一堂課結緣 其實越研究我就發現 其實茶產業 茶產業跟這個地方的關係非常重要 然後再加上這個翡翠水庫的關係 我們就把這兩者結合在一起 這堂實習課原本是要研究考察 翡翠水庫上游集水區的茶產業困境 為了保護水資源 所以土地使用規劃嚴格 但是不用農藥 怎麼維持招牌茶香的產量 成了本土世代茶農們 共同的挑戰 因為其實平均很大 那其實茶園很多 茶區也很多 然後茶農也很多 那每個人其實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那我覺得我們是在裡面推動一個 就是一個 我們其實算是一個連結者 七年前 楊德俊和其他四位就讀城鄉所的同學 決定走出學術象牙塔深入產業 一開始和當地農民談器作 主打減藥和無藥茶葉 很快做出口碑 2016年更成為金馬獎指定貴賓禮品 有名聲 有業績 也吸引了更多農學職人來加入 熟悉3C文化的高材生 導入的是農業的監測科技 一挖就知道土壤含水量 因為吳振豪在總共8分地的茶園裡 已經至少挖了200個洞 埋下手中的這一套土壤感測器 茶樹通常就是30公分左右的位置 所以通常在茶樹埋感測 土壤的感測器的時候 我們就會挖到它的指定深度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最代表說 它現在的根系 感受到的溫度 事先埋入土壤感測器 雖然辛苦 但是接下來 所有團隊成員的手機 都看得到監測數據 讓大家不用住在瓶林 也能充分掌握茶園大數據 打開在系統裡面 就可以去設定說 到多少溫度的時候 它會發警報 警示系統出來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警示的時候 就知道說 現在已經快要到 根系會死亡的溫度了 所以這時候像土溫過高 夜間澆水去降溫 不只在茶園埋下 上百個土壤感測器 在製茶廠裡也有秘密武器 就是這個小小氣象觀測站 中央氣象站 它有很多的氣象 自動化氣象兩側點 不過大部分都是平溫比較多 餐區比較少 氣象觀測站 收集了雨量 空氣溫度 和陽光充足與否的數據後 建立數學模型 來推估採收時間點 最重要的是解決了 現在農地最常遇到的缺工問題 你可以去設定說 我累積到哪一個程度 我就可以發訊息出來說 再差不多可以準備收了 要做好 因為收的時候 我們要請人 請工具 就可以開始先聯繫了 文人品牌的業績雖然不差 但是創業成員們 畢業後也各自面對著 服兵役或就業的人生選擇 眼看著瓶林茶品牌 就快要成為一個學生畢業作品 還好這時候有一位大天使來加入 我應該是那個帶開娃娃車的啦 或者是 我的角色其實是 應該是說 是他們的比較像姐姐的角色 因為大家畢竟每個年紀都不太一樣 曾經待過雷曼兄弟資產投資 擔任圓山飯店董事 科技公司財務長的朱倩宇 即便大半生頭銜響叮噹 現在決定把金融女強人經歷擺一旁 專心來賣有機茶 不管你是甚麼樣子的新創 也許你的創辦人年紀很大 但是你還是對於未來的世界 跟未來的想像 還有你想闖蕩一個江湖 去攻下一個山頭 用頭底從容來形容自己的朱倩宇 接手品牌後扮演同窟的角色 打入德法最大茶品牌市場 目前年營收七百多萬的驚人成績 攻入下一個山頭指日可待 感謝主 y 谢谢观看